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期的时候旁边的工作人员拍下来的生活照 他不是剧照来的 第一张是剧照 第二张不是 对 所以也有些我看到网上有些人对这个有意见 就说猪八戒是很可爱的 你们为了弄得像 难道真的就把它弄成一头猪吗 今天早上我那微博里面还有一个网友给我发了一个 就是经常有在那个回复短信的一个网友 说请你帮我转告一下张继中先生 我们基本上对于这个我们的童年 对于西游记的这个梦幻已经被他给摧毁了 我跟你说 你像他八戒这个这个扮相 这就完全现实主义的 是吧 就得像 我还发现一个真的演技平常不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 你知道最近出了一个那叫演技 这种化妆方法跟八戒有点像 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 有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偷渡 你知道吗 偷渡怎么偷渡 怎么能避免美国查 你说他能想到一什么招 他把自己化成椅子 就是面包车上的座椅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哥们 他把自己化成座椅 然后被美国这个边境的警察给发现 但是之前呢 有成功偷渡过 就是你知道吗 他利用了人视觉上的那种习惯性的 就你不会注意这是个椅子吗 就那么看过去了 他自己 这也太低估 这个好看了吧 你说的就像八戒 但是我刚才还问广美 我说这个 为什么他从演以来 总是饰演类似的这种感觉的角色 妖精 莫愁 妖精 为什么 邪女恶女这一类的 但后来我发现原来 莫愁是邪女恶女 她是痴情女 你看人对杰瑟吃的头 这难怪是演员了 但后来我们发现原来西游记这个书有问题 里面的女性角色都是妖精 不是妖就是精 除了一个观世音菩萨之外 又轮不到你住 对 那个沙增猪八戒也轮不到我 有一次作家刘振云就坐他这地方 说了一句话 我发现作家有时候说一句话 让你觉得非常深刻 可是你细想什么意思也没有 你想不出什么意思 说什么来着 他说了个什么呢 他很阴险的说 说你看西游记 通篇西游记 那个妖精都是从如来佛那派来的人 说唐僧取经就是要去如来佛那 可是为什么这个敌人都是从如来佛那来的人 我一听真深刻 可是我琢磨到今天也没琢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他说的 你说因为其实那些妖精不都是如来佛那的人 而是走漏掉的一些妖精 其实不真的是他派来 但这个讲法我小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取经路途上遇到的困难 险阻都是一种自我的理念的过程 不要把它看成是外在的东西 合理的训练是锻炼 不合理的训练是什么磨炼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那个过程里面 他让你更加越加的强大 所以才要派这么多人来勾引你 你看所以我这还会我这我一想就想起中国的政治史 但不聊这个啊 我说你说广美的这个演这个演这个 实际上呢就是他这条道路 现在这个年代看起来 从业人员或者想去从业的人员 你绝对后继有人越来越多 现在感觉没有什么妹妹不想当明星 对吗 最近有新闻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艺考嘛 艺考北京电视学院表演戏啊 中西的什么表演戏啊 还有各地的艺校啊 模特学校门口是个什么荤光 我们可以看看照片 这是山东某模特学校的考场 因为他要求啊三点市来应考 我说这评委可以找我去 我以为是北京电影学院现在都得这么考 北京电视学院也有一些传闻 说什么自然美啊什么的 下边我们再看有北电 这就是来复考的 你这个靓仔少女啊 你再看看 这就是这个盛况嘛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些表演 咱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有意思了 就说好像有个这个电影的什么制作人 叫杨子是吧 杨子他呢 发了一个就是有人发到他微博里的一个私信 杨子哥直白点说 我陪你睡 能花钱让我进北电或者中西吗 杨子说他当时回了一个信 好像是说这个对不起哥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他的意思是说应该凭努力什么的 黄梅你看到这些情况你有什么联想 我觉得挺好的 我真的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这样子讲吧 就是说其实你不要拿现在这帮小帅哥小女孩 跟以前我们的出道的这种模式来做相比较 以前我觉得以前所谓的巨星也好 艺人也好 明星也好 其实都是要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 努力 磨练 不合理的训练跟各种的锻炼 但是我现在其实这几年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平地一声雷 就很多忽然之间的 你都不晓得他从哪里冒出头 忽然买部电影就卖了几亿了 然后就就就就有一个所谓的巨星就出现了 一炮而红 一炮而红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以前可能在几年前我们也在讨论类似的话题 我们就觉得非常不解 以前所谓的巨星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慢慢培养出来 为什么凭什么现在就有这么多人能够就是一炮而红 但是我现在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我完全的接受了 就是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在未来的几年间肯定还要有新人辈出 而且就是那种莫名其妙一炮而红 但是你不能否定 不能说他一炮而红 所以他是不够好的 那就是因为他够好 你可以说他运气好 本领好才能够 底子够硬 各方面的那种 综合运速 然后让他就红起来了 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在中国男女真的不一样 女的给我造成的错觉吧 好像格外需要机会 是吗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 我不是小桥妇女 中华妇女也是半变天 但是你比如你像我们这个行当 我老觉得男主持人得付出更多 不是就是你得靠点自己的这个水准吧 对吧 但是相比之下 相当一部分的女主持人 我觉得主要是个机会 就让不让你上吗 让不让你上 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 他们的心态 你会觉得有点问题 因为他们总会觉得自己要的就是个机会 而忽略的是能力的培养跟断念 因为他觉得能力再怎么样 其实大家差不多 或者他其实能力很好 但他只是不够那个机会 那那个机会怎么来呢 也许就是比如说发那种短信 或者是怎么样 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所以我发现这个就要不叫我说八卦新闻 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讨厌 你知道吗 因为太多的这个八卦新闻以后 它会影响我这个观影的感觉 整个现在的中国 因为太多的八卦新闻的干扰 看电影成了一个烂七八糟的事 你想这电影谁掏得起来 它是要捧谁呢 是捧这个女的 还是捧这个女的 然后你往这一看 那就跟狗仔队那个脏心眼似的了 你开始琢磨着 他的媳妇多一点 他的媳妇少一点 这俩在一块 怎么能他压他一头 你知道吗 整个把你的观影体验 搞成一个这个 就开始想 这里头谁跟谁睡了吗 没想 你知道中国这个都能荒唐到 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在杂志上看来的 就是当然都不透露姓名 说有这么一个戏 中国这个剧组 就像个江湖 江湖就看谁味大 对吗 导演你要是个无名无派的 比如说这戏里有俩男一号是俩 俩男的大味 对吧 基本上这导演都是在他们指导下拍戏 导演都是爷 导演哪敢得罪 您说怎么样 导演主要是协调 这俩人之间味怎么办 然后说这女一号 这女的是个小姑娘 这是个小姑娘 她老受其中一个味的欺负 就有一个男一号 老是看她不顺眼 老踩乎她 所以说这女一号为了在剧组里站住脚 她就不惜跟另一个味 就勾起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有人有那个味罩着她 这不敢对她太过分 你说这是个什么情况 那于是说你看戏的时候就满脑子都在想这些事 对啊 我说我看哪个戏我都在琢磨这些俩味是谁的 咱们先接下广告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像个小孩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白景公寓独动全球发售 一览图一遇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无限构想 2012凤凰卫视强档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帽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这方面官媒比较有体会 不是 我说你对你们圈里的情况 是不是比较了解 其实我知道的事情跟你一样多 对 我知道的事情 说说 我说的事情 你看了什么报纸 看了什么杂志 我也就看了那么多东西 就是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潜规则 这种什么恐吓令 这个什么投靠令 这种东西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从来没收过 我到底现在觉得 我自己很失败 还是怎么样 你大概还是很失败 我真的很失败 不是 是你给人的感觉 他们可能就你太强悍了 潜不动你是吧 于是就派你去蜘蛛巾一下 那很简单 就说明你的靠山也很牛 虽然你还不知道靠谁 对 我从头到尾只靠我自己 那你不要这样讲 那就是说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一辈子真的就缺那么一个机会 那我也必须讲 我今天能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也是被给了一个机会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是谁给我的 我老实讲 跟现在的演绎的发展有关系 比方说李小龙 那不是谁能替得了就替得了的 你发现 你看在李小龙的那个年代 也有一个特质 就是靠着非超强的个人能力 这个电影甚至投资都不大 对吧 就靠着李小龙 甚至他到最后自己兼了武术指导 自己兼了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个人的特异功能 那么这种东西是人家真是自己打出来的 对不对 可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情况 你发现没有 都已经充分的碎的分了工了 于是乎一个演员 你比如说你可以完全不会打了 对吧 无数个镜头剪接 你指我 对吧 是啊 不不 李宇春也是吗 你可以不会打 你吊着你飞两下就行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个人能力 到底是不是还在一个戏份里 占有那么大的 作用 至少在中国的很多电影里 我老实讲 我看不出这个演员 真有多大的个能力 或者说需要他有多大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由于现在我们不需要看那么多的个人能力 所以大家就更加觉得这是个机会问题 我觉得除了个人能力之外 我觉得还有个东西叫个人魅力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讲 李宇春是没有武打能力 因为他就不是一个武打明星 所以他也不会因为武打明星这个名称而一世英明 但李小龙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现在所有的艺人都已经太娱乐化 综艺化 而且被要求全能化 以前的功夫巨星 你不可能要求他 那个李小龙能够坐上枪杨三人行跟你一起聊天 不会的 是不是 上来他就动拳头了 李小龙上过香港电视 李小龙是上过Toss Show 但是你觉得李小龙他不一样 他就是李小龙 他连上那种谈话节目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片段 我们就看到那个访问 就叫Life Water My Friend 就他整人说话 你就觉得他就是李小龙 他到哪他都那个样 他不会适应你 是你来适应他 他不会说到了某个商场开幕节 你剪彩的时候 他不会这样 就同样是龙 有好多种龙 李小龙不做这些事 以前的巨星 只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的所谓的巨星 普遍的被就是综艺化了 就是你就什么都得要做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可以永远的安坐在这里 不用去水里泡 演什么蜘蛛精 就能够过日子 对 所以相比之下 广美还是实力派 对不对 能够演到蜘蛛精 还在水里泡一泡 很多女演员 我看比你舒服多了 一泡而红了 对吧 对 这叫实力 实力 像不能说的秘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换一个角度看风景 穿梭光影 发现惊喜 换一个方向走天下 自由行指 留连美丽印记 换一个心态 时间旅行的意义 最丰盛灵感和动力 正在路上 凤眼地中华 星期三 凤凰卫视中央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 1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 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我现在的道德观 其实你都知道 我道德观 没边的宽 对吧 我都已经充分 能够理解这个社会了 我现在有时候 甚至都能这么想 我觉得你看 咱文道一直主张 咱不能歧视性工作者 对 对吧 平等的人 那么要是说 咱们好像什么 李银河博士又说 人都有主宰自己身体的自由 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 只要是成年人 他自愿 他就是真的说 我能够成为 比如说 马当劳 或者我成为 什么巨星 我代价就是 在我年轻的时候 陪这个导演 睡过几次 我不同意 虽然我认为 虽然你知道 我从来都觉得 性工作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 包括现在中国 让我常常觉得很恶心 比如看到那么多 尤其这种艺术院校 不晓得为什么 这种传闻特别多 要陪老师睡 要怎么样 要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这都是 很恶心的事情 为什么 他牵涉到 他比性工作者的状况还糟 为什么呢 他牵涉到一个权力的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学额 我这个学位 我本来是可以给其他人 我为什么给你 因为你跟我睡觉 或者说同样的机会 这本来要讲公平的 这是一个 还关涉到制度 公平规则的问题 结果被这些 男人的这种 不可节制的授欲 把他给扭曲掉 这是个abuse of power 这是权力的滥用跟物用 好 完全不一样 我给你提一个问题 比如说 那么要说我一个老板 对吧 比如说 我一年就赚一百个亿 我这么大企业的规模 我有个小情 我就要捧他 然后 那对我来说 你这个电影就是亏了 我投资一千万或者一个亿 对我来说亏得起 无所谓 那我也没要你的钱 也没要你们社会的钱 我自己拿钱 就拍这么一电影 我就捧我这女人 行不行了 可以啊 这是你的一个玩具 这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很多这种电影 很多这种人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当成是一个玩具 但是这个玩具 它不应该是个常规现象 什么意思 这电影就要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工业 如果所有人都是用这种玩玩具的心态来做它 它就做不久 香港电影为什么会衰落 为什么不像好莱坞 并不是说好莱坞就完全没有潜规则 而是那是个工业 工业是什么概念 工业就是我们做事情是有规则 有方法 每一部都能算得清清楚楚 这个行业才持久 才壮大 当所有的老板投资电影 他都不是想赚钱 他都不是想认真的加入这个行业 而是为了捧自己小命的时候 这个圈就完蛋了 而且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同样的事情讨论好多好多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 我们爱说这个 对真的很爱说 因为他还变本加厉 我们讨论是没有用的 但我只是觉得 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的道德底线也跟你一样 是无边无际的 这么宽广的情况之下 她还当演员干什么呢 她其实可以拿这个 无边无际的道德界线 去做更好的事情了 但是问题是 演员能够出名 中国人最想的事情 就是出名跟发财 出名现在我们到了一个程度 是你怎么出名都可以 你在微博上 你在什么节目里面骂人 说脏话 过去大家就说 这种出名是恶名 但现在没关系 名就是名 好恶不重要 因为你看 我真的发现 就是还是开头说的 现在的世界 这个被分离了 过去呢 一个是很多的个人能力 就像咱们说李小龙 是集聚在一个人身上 对吧 现在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一个偶像 真的就可以是一张脸 对吗 我过去曾经不相信 可是这些年来 我开始相信了 就是说的确好没有演艺能力的 可以打造成明星 只要有足够的钱 甚至你知道吗 现在有时候你在路边广告牌 我有时候能看到一个好家伙 比如说一个什么 说著名歌星 环球演唱会 你就看吧 全世界这个开演唱会 可是这个歌星我从来没见过 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宣传做的铺天盖地 感觉它就是一个天荒巨星 这样的宣传规模 我觉得这是 这其实很容易的 就像你讲钱就行了 比如说很多 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 为什么一个中国唱中文歌曲的歌星 忽然在全球开群和演唱会都爆满 他就去唐人街 他就去 常常有的 然后又或者说是 我们有一些演艺界的人说 动不动就去维也纳 金色大厅怎么样 说的好像远征维也纳 你仔细去那些地方看看 维也纳很穷的 就是奥地利 他这个宣传大厅很容易出卖的 然后去那边还都满的 因为我们大使馆领事馆都帮忙的 然后华商领袖什么 就把他弄起来 我反而是听一个制片 就说 说环球演唱会 容易 美国唐人街唱一场 或者北京唱一场 这就环球了 这就环球了 但是出了国了 就是环球演唱会 我当量的广告的时候 我都会以为我自己孤陋寡文 说我怎么都没听 是吗 我还没听说过 然后我就得去跟我的经纪公司求证 这些就是什么 怎么回事 没错 所以你就说 真的 好比就是说我女儿 我有钱 我真的能用这个金子 把它累成一个星 你们信不信 你能累一次 累两次 你不能 你不可能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 他可以什么 在演艺圈里面混十几二十年的巨星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这些人他就不相信 他们认为是可以的 他们认为巨星真的是可以这么来的 没错 我们能够一时间像你讲的捧一个超级巨星 用这种方法捧出来 但他走不走得下去 这其实就牵涉到一个实力问题或什么 个人的性格问题 但问题是做这些事的人 当时他想的 想这个对他讲太遥远了 他想的是我明天都不能红 你跟我讲一个十年后还站不站得住 这是两码事儿 但是演艺圈不就是希望 就需要有这么一些人人不断的 你说烧纵济世也好 这个细水流长也好 不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人组成 这演艺圈才会有趣吗 对 没错 所以呢 接着他就可以说 所有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没关系嘛 我不需要一个永远的巨星 我需要的是个半年的巨星就够了 半年后我还有 半年后我还有 不停后浪扑前浪 那么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很多人说 今天没有明星的理由 对不对 因为不一样了 那个感觉不一样 现在这好些明星 我看着都像水货 你知道吗 就是水货这个什么意思吗 就感觉像是个 水分太高了 对对对 就是觉得在 那从学校开始就是吗 比如说但我还是想讲 这个学校说不能够 叫什么 就不能够议考 就是说 能去整容这些 是不觉得 对对对对 虽然美 但这个我还是有点保留 我觉得没有人是天然的 我们都不是天然 我们都带了眼镜 带了眼镜你眼睛都变了 化妆 对化妆你也变了 没有什么